2024年4月15日,美国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确定了在菲律宾部署低风系统。 据说这是盾牌演习的一部分,而这也是美国首次在飞部署中岛。 消息传出,不足24小时,中方会见了古巴代表,明确表示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古巴内政,并将为他们的军队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二者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 古巴的做法将给菲律宾提供怎样的启示?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自从2023年2月以来,菲律宾可谓危险动作频频。 不仅在仁爱礁问题上屡加挑衅,在黄岩岛、铁线礁以及后藤礁等区域也不老实, 俨然是成为美国搅动南海风云的工具。 美国战略学界有个概念叫灰色地带指的是,美国同其他国家对抗时,要采取一种具有侵略性但不会引发战争的姿态。 菲律宾显然沿袭了这种思想,所以一直利用海警作为抓手,在南海地区挑起争端。 马克思上台后不久,就在美国的帮助下对菲律宾海警进行了大范围改造,随后就有了2023年2月的激光照船事件。 马克思似乎有意在国内营造反华氛围,先后换上对华强硬的国防部长,海警司令也为这一说法证明。 目前,菲律宾的行动甚至已经不局限于海警了,他们甚至鼓动渔民参与侵权行动。 然后,在一旁虎视眈眈,就想等意外出现之后,坐实中国欺负菲律宾的故事,从而帮助菲律宾争取到更加有力的竞争地位。 之所以要搞联合军演美日飞三方领导人峰会马克思打的是借力示威的主意,说白了,还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可是部署中导这件事的性质就不大一样了,美国这次似乎真的露出了疗雅。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美国陆军之前曾明确表示,低风武器系统作为中导条约的产物,主要作用就是应对中俄的广泛威胁。 此次低风来到了太平洋地区,已经向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美国正继续加强菲律宾战备态势。 更有美媒公然宣称,不仅是吕宋海峡,美国导弹能打击到中国海岸以及南海的各个基地。 事实上,低风系统的打击范围的确十分惊人,它目前主要用于发射标准6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突破了1800公里。 而这还只是开胃菜,据说美国还准备安装精确打击导弹系统,并为之配备暗音高超音速导弹。 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应对中方的反介入区域遏制能力,菲律宾还在给美军提供军事基地,无疑是助纣为虐,也注定达不到预期目的。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这方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引入外部力量来维护所谓安全,只会导致自身陷入更大的不安全中, 而且还会破坏原有的稳定局面,最终使其沦为别人的棋子。 马克思自以为将美国引入南海后,菲律宾就能成为棋手,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 殊不知,菲律宾与美国相比,太过稚嫩了,他们如今玩的这一套都是美国玩剩下的。 就拿闯导来说,美国当年也不是没干过。 他们嘴上喊着自己拥有在南海自由行动的权利,行动上却派出军舰和飞机擅闯我国驻守岛礁领海以及附近海域。 通过这种方式彰显自身存在感,并试图以此给中方营造压力。 在2015至2020年间,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尤其是在2020年竟发生了九次之多。 可是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从2021年开始,这一数据呈现断崖式下跌,是美国良心发现了吗? 当然不是,问题的答案就藏在美国国防部的发言里。 中国对美方军舰军机的拦截力度在不断上升,说白了,美国人意识到他们的动作被我们识破了。 而且,我国在这件事上也充分展现了手腕和决心,美国人行动屡屡碰壁,自然就知难而返了。 菲律宾以为自己在仁爱骄,黄岩岛等地的动作有多高明,殊不知,他不过是在从美国的老路,甚至被乐见其成的美国推到了台前当靶子。 菲律宾倘若继续下去,注定是吃不到鱼还要惹一身心。 马克思把美非共同防御条约当作菲律宾的底气,可关键时刻美国真的会出手相助吗? 美国虽然反复重申承诺,可他只希望菲律宾能牵制中国。 要真是到了局面恶化,菲律宾求援的时刻,美国大概率只会选择声援或者派飞机舰艇来走个过场。 我国早就看穿了美国的伎俩。 所以反复强调,美国应当尊重他国安全,不要试图破坏地区稳定。 而对其在菲律宾部署中岛的行为,我们也是坚决反对并抵制的。 菲律宾要同美国合作,完全没问题,可这个合作应该是建立在不损害别国利益的基础上的。 而不是几个国家围到美国身边,搞小院高墙那一套,菲律宾应当看清局势,如果一意孤行,最后受害的只会是他自己。 实际上,并不是没有菲律宾人看到这一点,昔日的杜特尔特就做得不错。 如今马克思的姐姐也说,菲律宾应该拒绝来自美国的慷慨赠予这份馈赠并非发自善意,只会带来纷争,而这并不是菲律宾人理想中的未来。 伊美、马克思还说,菲律宾应该找到真正的盟友,这个真正的盟友是谁不用说,大家也知道。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同样是在4月15日发生的那件事,中巴代表会晤,中方明确表示,反对一切外部势力干涉古巴内政,愿意和古巴分享经验,并且为他们的军队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与古巴的友好往来,才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正常姿态而不是向美,非那样勾心斗角,互相算计。 那么我国代表为何会做出这样的生命? 中巴之间又到底有着怎样的情谊? 古巴裔美国诗人布兰科曾在奥巴马第二次就职典礼上,读过这样一句诗,美国与古巴的距离可能是90英里,也可能是9000英里。 不知晓两国世界恩怨的人可能会好奇,这两个国家只隔了一个佛罗里达海峡,怎么可能有9000英里支援? 这一切得从19世纪后半段说起。 彼时,古巴为了摆脱殖民统治,同西班牙展开了激烈斗争。 以当时殖民主义浪潮退却的速度来看,古巴的斗争是注定会取得胜利的,可谁也没想到关键时刻美国投机取巧插手其中。 这个野心勃勃的邻国开始明目张胆地推行霸权了,古巴民族英雄马蒂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而随后事情的发展也的确如他所预料。 在古巴人民即将取得斗争胜利的时候,美国人来了,他们不像是来帮助古巴人民获得自由的,倒更像是来同西班牙人争夺重要殖民地的。 随后,美国先占领后控制,自导自演了一出古巴共和国独立实际上当时的古巴完全被美国扶持起来的亲美独裁政权操控着。 换句话说,美国对古巴的殖民只不过是游民转岸罢了。 一直到卡斯特罗领导古巴取得革命胜利,这个国家才真正脱离美国控制。 而美国自然是无法容忍这点的,他担心古巴会成为拉美国家的榜样,于是对古巴展开了封锁,并在此后硬生生将古巴扯入了冷战的泥潭。 明明两国最近的地方只隔了90海里,可美国人和古巴人的心却隔了9000海里那么远,关键是美国还如此特殊, 它是唯一一个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的主要国家。 其他国家该和古巴进行贸易就进行贸易,民众想去旅游就去旅游,这愈发凸显出了美国封锁行为的不合法与无意义。 诚然,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和古巴有打破尖兵的趋势,可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再次回归强硬路线,原本缓和的局势再次紧绷起来。 目前,美国和古巴还有许多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古巴是绝不愿再受美国干涉与控制的。 与美国相比,中国与古巴的关系要亲近得多。 1960年中巴建交直接打通了中国与拉美、加勒比海地区的联系,这对中国来说是亦非凡的。 而对古巴来说,多了中国这么个朋友也是受益匪浅。 在古巴被美国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我们依旧将一百多吨医疗物资送了过去,帮助古巴渡过难关,古巴曾因此诚挚感谢。 而这还只是中国屡次对古巴持缘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已。 在古巴面临挑战的当下,我国明确表示支持他们,这同样也是一种帮助。 关键是我国可不像美国一样空喊口号,我们是真的愿意分享经验,并且在军队建设方面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美媒曾经有报道称,古巴是美国后院的中国兄弟。 虽然这句话有阴阳怪气的成分在,可也切实证明了中巴情义的深厚,那么我们能从中巴关系中得到怎样的启迪? 首先,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是好人,谁是恶人,大家都分得清。 古巴和美国离得如此之近,两国人民的心却隔了九千海里背后的原因值得美国人反省。 是他们的蛮横,仇视与压迫关闭了美巴交往的大门。 虽然美国政府称,对古巴的制裁仅限于政府,并没有殃及民众,可是这种事情真的现实吗? 从药品到燃料,从食品到其他日用品,这些东西都在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之列,这正是导致古巴民众长期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时候再说不殃及民众难免有些假惺惺。 最关键的是,之前疫情来袭的时候,美国甚至阻断了古巴获取生产疫苗原材料的途径。 这已经不仅仅是道义问题了,而是赤裸裸的犯罪美国对古巴能如此,对菲律宾又能好到哪里去? 如今,菲律宾对美国尚且有用,所以能听到一些甜言蜜语,等到菲律宾没有用处了,美国势必会将其视若避喜,到时候马克思毁之晚矣。 其次,得道者多注,失道者寡注,美国和菲律宾如今是在溺水行传。 从表面上看,不断向美国发起抗争的古巴只是一个国家,可实际上它是拉美地区无数想要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国家的缩影。 而有着独立自主发展念头的,也远不止拉美国家,美国妄图实行霸权,这是在违逆国际大事。 别看美国现在又是拉拢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搞四国联盟,又是带着日本、菲律宾及澳大利亚开四边领导人峰会仿佛混得风生水起,实际上它正在带着这些国家步入失道者行列。 那么,什么是得道者呢?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2021年新疆棉事件。 彼时,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想要抹黑中国,结果包括古巴、白俄罗斯在内的90多个国家站出来为中国发声。 有的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有的明确表示力挺中国,这才是人心所向。 举这个例子,是为了告诉大家,美国强行在世界各地兜售普世价值是没有意义的,人权、民主这些东西不是挂在嘴上说的,世界人民心中都有一面镜子。 我们由衷的希望,美国能够放弃对别国的干涉,放弃危险动作,放弃推行霸权,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携手前行。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